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糖高老师,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要再进入我们的主题咯 我们的主题呢,就是还是一样我们的涂鸦的程序 那而且呢,我们已经接近尾声咯 在这个涂鸦的范例,我们已经走过的第一个阶段 到了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 也是进入到已经建立的两层框架了 接下来到了尾声,我们要来进一步的优化这个框架 能够确保呢,这个Scribler的这个核心的引擎 叫Scribler的这个涂鸦引擎呢 它拥有高度的变动自由度 那么我们就可以随时的让这个Scribler呢 能够随意改版或者呢,甚至把Scribler呢 整个原来的引擎把它换掉,换成新的引擎 好,那我们就是在做对这个两层框架做优化的这个动作 好,那我们一样先来做个铺垫的动作咯 在上一节里头呢,建立的两层框架 那这个框架呢,我们就一般又称为叫做平台 例如呢,Android的平台,IOS平台等等的 那平台的目的是要保护呢,底层模块的变动自由度 平台呢,并不是要来支撑上面上层应用的自由度 平台的目的,反而是要保护底层变动的自由度 OK,好,所以呢,就这一个我们上一个小回合呢 所建立的这样的一个小框架 小框架,那这个小框架呢,目前我们看起来 这就是我们的幕后或者是底层的一个重要的模块 就是我们的涂鸦的引擎 这是很重要的一块 那么我们怎么确保它的变动自由度呢? 那我们就来看看如何自由EIT造型 来确保这一个涂鸦引擎的变动自由度 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的主题咯 好,我们的主题呢,就说在上面的图里头呢 Scribble的类的函数的名称被直接写在草草类里头 你看得出来吗? 好,这一个因为它来调用它 所以呢,这里头的函数的名称 会被写在这个草草类里头 会被写在草草类里头 好,那草草类呢 又是塑制于这个Android的框架 所以会衍生出来这个三则之间很可能有某种的相似性的存在 好,那这样子并不是非常有利于它的变动自由度 OK 好,所以呢 那这一个而且呢可能有一天你在这边也可能会来调用它 OK 那这样子这一个引擎的函数的名称也会写在这里 也会写在这里 因此呢有一天这一个引擎改变了 包括函数的名称改变了 比如说 这个RecordDown,RecordMove,Play 这个函数的名称有改了 我们就必须改这个类 要改这个类 甚至还有其他的类都有可能 比如说 这边可能有另外一个类 那么它也会来调用这个Scribler 那这样子这个Scribler呢 那函数名称如果有改变 或者是函数的形态 参数的形态等等有改变 就必须要改很多的这边的这个类 因此呢产生了叫做这个千亿法动全身的一个现象 千亿法动全身的现象 也就是这边有变动 它会扩大到其他的类 称为叫做联利效应 联利效应 那这样会导致这个变动的成本 会急速升高 譬如说每个变动 这边每个类变动都要一块钱 这每个类变动都要一块钱 这每个类的变动要一块钱 因此呢 这边的变动成本就要把这边的变动成本加上去 所以呢这边的变动成本是一块钱 结果总数的变动成本变成四块钱 因此呢 这个减少 降 就是说减低了这边的变动的自由度 缩减了这边变动的空间 因为变动成本越高 这边变动的自由度就越下降 越下降 OK 所以呢大大的减损了 减损了这个scribler类的变动自由度 因为会牵异法动全身 那这个时候呢 EIT就派上用场咯 所以呢 我们为了保护它 所以在这边换一个EIT 为什么这边有一个I 当有了I之后 就可以把它分离咯 就可以把它E分为2咯 这个我们 在之前有一个例子 叫做use case的例子 就已经用过EIT 来把clive跟server做分离的动作 分开之后 那T就属于这一边 E就属于这一边 OK 那这样子这边的变动自由度 就会大幅度的提升了 这个EIT造型的E 提供一个接口 给它来调用 所以这个E 提供一个接口 给它来调用 因为这边是一体的 这边是一体的 那T是跟这一边的 而T是 则是来调用scribler类的函数 所以呢 无论是它 还是它 都是调用E 然后再透过I 转到T T再来扣这边 所以 只有T 会用到这边的函数 只有T 会用到这边的函数 好 所以 以后呢 这边的函数的名称有变动的时候 只需要 改变这边的T就好了 这边不用变 这边也不用变 因此呢 它的变动的成本 就急速的下降了 OK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 就可以 啊 用EIT 来表示咯 然后这里的EIT 那么我刻意设计成一个退化型的EIT 退化型的EIT 退化型的EIT 就是说 本来是一个完整的EIT 完整的EIT 完整的EIT 就是这样子 有一个J口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E 然后呢 这是I 然后这是T 来实现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CLINE 就来调用E E再调用I I再 调用到这个T 本来是这个样子 那么 如果呢 我们把E 退化掉 由C来直接调用I 那就变成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了 所以我这边 特别 啊 应用 这一个退化型的 这一个EIT 因此呢 就变成了 这边有一个J 口 叫I Scribble 然后呢 有一个T 来实现它 那这我们称为 退化型的EIT 那这样也是可以的 好 那这边的CLINE 就代表的 有半人E的角色 只是这个E呢 并没有特定的 而是连这里都可以当它的E 就是 开放型的E 就对了 好 像这个东西是有固定的E 好 别的E呢 不一定可以用它 但是 这里头呢 是表示 我Public的 开放出来 给 所有的人都可以 来用它 就是等于是 E是开放了 E是开放了 在这种情况 我们称为 退化型的E OK 叫做退化型的EIT 所以这边把它放一个 I Scribble 那么就可以解决掉 这一个 变动自由度的问题 因为 如果我们有必要改变它 就只要改变它 就可以了 它跟它都不用变 即使还有其他的类 也是用这个接口 所以 这一个 这一边有所改变的时候 不会影响他们 因此呢 它的变动成本 不会一直增高 所以它的变动自由度 不会一直下降 这叫做 维护它的变动自由度 所以Scribble 这个类的名称 只是被写在T里头 在未来 如果Scribble这个类 有所改变的时候 只需要改变T的代码 就可以了 因此大大的提升了 Scribble类的变动自由度 这就是 我们见过框架 这个平台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所以 我们就来看看 怎么把它 落实成代码咯 所以从这个图当中 你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 这是Android 已经定义好的这一口 那这是我们小框架 自己定的这一口 所以呢 我们在我们的 实际代码当中 定义了两个这一口 定义了两个这一口 那么 除了两个这一口之外 还定义一个超超类 还定义一个超超类 OK 所以呢 这边定义了一个超超类在这里 那么 还定义了 还实现了 有一个proxy scribproxy的类 所以呢 我们的代码呢 有一个scribproxy的类 然后再来 有一个scribproxy在这里 有一个scribproxy的呢 就写在这里 还有一个t写在这里 那最后呢 写的就是 UI的控制 叫做main activity 所以呢 这个图呢 表现出来 我们处处是eit 那么表现出来 我们的eit是代码的造型 所以 就一对一的 直接对应成代码 直接对应成代码 你看是一对一的 多么的漂亮 OK 好 那我们在这里就来 看看 我们的j口 我们的j口 这是scribproxy的 第一个 我们定义一个 iScribproxy的J口 这个J口呢 叫做getScribproxy的Color 就是给scribproxy来调用 这个t的 那iScribproxy呢 就是 里头呢 记录的就是把scribproxy的J口 全部写在 这一个iScribproxy的J口里头 那这个意味着 当scribproxy有改变的时候 那它只要改变t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proxy 提供了 这个J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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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外界来使用 然后外界调用 BeginRecorder的时候 它才调用scribproxy的BeginRecorder 有一天 这一个scribproxy的改变 它不叫BeginRecorder 它叫start start record 那就只有改这一行代码就可以了 就可以跟随着 这一个scribproxy的改变 同样的 这个也都一样 这边都是可以改变的 这边也可以改变的 这边也可以改变的 那只要 这一个proxy 这一个iScribler J口不变 clime 都不需要改变 所以 让我们的 这一个scribler呢 有绝对的 变动的自由度 然后再来 这一个 潮潮类 那么它 扩充了surface view 而且呢 实现了 实现了 callback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图 在这里 我们看这个潮潮类 潮潮类呢 第一个 itend的 这个surface view 第二个 实现这个J口 还实现这个J口 所以它 实现了两个J口 这潮潮类呢 这个 扩充了surface view 而且 实现了两个J口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潮潮类 潮潮类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这是潮潮类 它 它扩充了surface view 实现了两个J口 一个是callbackJ口 一个 i scribble color J口 好 在实现了 这一个callbackJ口 里头呢 有三个函数 叫surface created scrib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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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是属于callbackJ口 所以 这潮潮类 把它实现了 实现了之后 再改为调用自己的J口 OK 然后呢 onTouchEvent 这个是 这个是 来自于这个G类 就是surface view的抽象函数 所以把它实现了 在调用 在调用 这一个 调用 自己的 这个 J口 那 这里 就不是调用自己J口 草潮类呢 它是 透过这里 它要来调用 这个scribble 所以 它调用proxy 在这里 它调用proxy的 这个J口 调用proxy 这个J口 才调用到这边来 OK 这是 草潮类的 一个 调用scribble 的时候 要透过proxy 在这里 那proxy 它的 type 就是iscribble 所以 这边是new 一个proxy 然后 提供这个J口 这个proxy 所以它是调用它 就调用到 这个 scribble OK 这是 草潮类的部分 那么 至于 这个t呢 我们有讲过 t有一个重要的任务 就是实现 get the scribble 这个colors 然后 它就建立出一个list 看你 由它来决定 哪些anser 还有几种anser 它决定了四种anser 就把这四种加到list里头就可以了 它如果觉得五种 就把它加进去五种 那 这一个东西呢 它是在实现 这个 这个 这个是来自于 这个 这个 激烈的 来自于 潮潮类 因为潮潮类呢 有 implement 有实现这个 J口 但是没有 实现的代码 所以就 由 这个t 来 实现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就由 这个scribler 来 调用 这个 J口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scribler 在哪里 调用get the color 在这里 这个scribler呢 我们看一下 在哪个地方 在这里 就是 它传过来的时候 有一个sv sv 就是这个 这口 sv 这口 就是从 潮潮类 丢过来的 sv 所以它就扣过去啦 sv get colors 就扣到潮潮类 潮潮类呢 再往下扣到 这一个t 所以就传回来 color list 这个时候呢 这个scribler呢 就知道 这一个 AP开发者 的调色盘的 Answer咯 OK 这是 由scribler呢 透过 这一个 iScribler color 的J口 调用的 表现的 就是在这个位置 由i 由scribler 调用 这个J口 这个J口呢 它会调用到这里的 这一个 抽象函数 因为在这里没有实现代码 所以 它就调用到 这个类 的实现代码 所以它就透过这里 调用到这里 然后取得了 这个color的 调色盘的 内容 就可以把它 显示在 这个调色盘 就可以用这个调色盘的颜色 来画 来画图 OK 就这样子 那 здесь 就是我们这一个整个例子的最终的结果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实现代码讲完了 那我们来做一个最后的简单的说明 就是在这个T就是AP的类 它提供的代码就是这样子 那就是由Scribler来调用的 来调用的那就是由AP开发者来决定调色盘的颜色 那Scribler会透过这一个来调用 这一个函数就是刚刚的这个例子 它会透过这里来调用这个的函数 所以透过这个来调用取得了这条色盘的内容 那么EY的部分MainActivity 这我们刚刚没用没看 没关系 这个部分也是一样 它可以扣这个GateCardList来取得这个内容 就显示在EY上面 那这个我们现在暂时就不必去看它 因为这个部分大家比较容易看得懂 OK 那接下来我们是到最后一个步骤咯 这个步骤呢 就是我们要来看看 如果我把整个这一个涂鸦的引擎都把它换掉 那么我到底会改变了哪些 所以非常的简单 只要这个GateCard不变 只要这个GateCard不变 那么我整个都可以把它抽换掉 换了这一个涂鸦的引擎 只要换这个Plus E就可以了 所以把这两个一起换掉 那么就可以换掉了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随时改版 只要这边有改版 就改这里就可以了 因为它不会迁意法动全身 所以呢 改版很容易 所以因此呢 就可以实现了 这个轻易的来变换这个Scribble的版本 甚至改把整个引擎呢 都把它替换掉 因此呢 实现的没钱就改版 改版就有钱的 一个理想的商业的车类 都是来自这个EIT的这个用途 所以呢 我们在从这个例子当中 已经看了出来 很多很多的EIT咯 这里有EIT 这里EIT 整个过程的一个美好的两层的框架 那又可以保护这边的变动自由度 又可以让APP开发者来选择这个调色盘的颜色 等等的 OK 那又可以建造一个草草类来协天子以令诸侯 所以呢 这个例子呢 我相信提供了很丰富的内涵 来让你思考这个多层的EIT造型的体系 以及它基于这个EIT多层的体系呢 来建构这个实用的多层框架体系 OK 所以呢 我们来做个结语 从本章的涂鸦范例里头可以领悟到 我们以简单之行 就是EIT的行 EIT的行 这么简单的行 然后呢 我们来设计出形形色色的组合 你看 这个E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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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造出 这一个形形色色的组合 来包容都变的内容 那么这就是架构设计的真谛咯 OK 那你学了这么多 听了我这么多的课程 相信你可以体会这一句话的意义咯 那你学这个课程 就入宝山 满载而归咯 所以在这个涂鸦的范例里 你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怎么组合出 多层的EIT的体系 又如何支撑 两层或多层的框架体系 那这个框架 跟AP呢 是由不同的团队开发的 那么上下层的框架 也可以由不同团队来开发 所以你可以看这个图呢 这是由谷歌的团队来开发的 这是由另外一家公司来开发的 这是由第三方AP开发者来开发 所以三方来互相的分工 互相的分工 所以这个多层的框架体系呢 也就意味着 这个一组团队之间的分工体系 就是由不同的团队 那么大家分工来完成一个软件的体系 那么其中 EIT造型是主角 其中的主角是I 就是EIT造型呢 在这里有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尤其这EIT造型的主角I 正好是清晰的定义的这个整个系统 各个层级的接口 也明确定义了这些团队分工的界线 也就是说 这个EIT造型里头的主角就是I 正好呢 是清晰的定义的软件之间的接口 同时给定义的团队之间分工的界线 分工合作的界线 所以要定义的物 要定义的人之间的合作关系 OK 那我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